大家好,我是小红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之子陈志忠 因涉洗钱案被判刑一年 11日下午3点30分 陈志忠抵达高雄地检署报道 随后前往监狱服刑 陈志忠因涉嫌帮助母亲吴淑珍洗钱 于今年4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并科罚金150万元新台币 这是台湾第一贪腐家庭的 公子哥陈志忠第二次犯罪服刑 其妻黄瑞靖则被判10个月 缓刑4年 陈志忠2011年曾因为伪证罪 被判刑3个月 初次丧失高雄市议员资格 今年4月26日陈志忠因涉嫌洗钱案 被判刑1年 其高雄市议员生涯被二度解职 对于陈志忠徒服刑 御方表示会对所有受刑人员仪式同仁 御方说12日御方提供受刑人的早餐 是青州配花瓜和豆腐乳 陈志忠入狱后 首晚和今早的作息一切正常 对于陈志忠入牢狱房无室友 目前牢房独享牢狱生活 院方表示室友的安排 需要经过健康检查 询问资料等相关作业才能进行分配 最快这两天 陈志忠就会有新室友的陪伴 5月2号的下午 由岛内媒体报道称 仍然在保外就医期间的陈水扁 高调前往蔡英文的办公室请愿 他没注意到陈水扁虽然手势轨账 但精神抖操不发文件 他声称台湾洗钱防治法目的为防治洗钱 而非防治参选 就算有罪 只要不是死刑或无期徒刑 对掠夺公权因慎重 扬言 儿子可能因此被剥夺终身参政权实在是不合理 早在2015年 陈水扁首度被批准保外就医的时候 台中监狱就对他提出须尊许柔 不上台 不演讲 不谈政治 不受访的四不原则 以及保外医治受刑人员的管理规则等规定 但是陈水扁自离开监狱至今八年间 违反所谓四不原则的行为屡见不鲜 甚至还堂而皇之地在自媒体平台开播大谈政治 尽管如此 民进党上下无论是蔡英文还是赖清德 都对其言行畏之一词 嘴上不说支持 却用行动证明了一切 针对陈水扁此次公然对台湾相关规定指手画奖 有岛内网友表示 他的行为简直天理难容 脸皮厚道不可惜意 扁家是最不要脸的一群人 戏钱是重罪 换成一般人有可能只判一年吗 犯罪还有理 坐领高薪贪毒老百姓血汗钱 居然立直气壮 果然民进党已经无药可救 尽管晚上声讨一遍 但民进党当局不仅为与陈水扁相应处置 却再度为其打开方便之门 第34次延长替保外就医的时间 国民党明代赖世宝批评称 扁家给台湾的印象就是涉嫌贪污洗钱 利用职务榨财 伪造文书等 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曾叫嚣 诸多民进党人都拿过他爸爸的钱 所以他们明知贬家罪行庆竹难输 还是免为其难的停贬 愿他践踏法律 违反所谓四不原则 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 已经无司法正义可言